可能你在每个不同时期所经历的无奈无助 可能最终都会成为你的财富 因为在那个时候你会痛苦甚至会愤怒 但你会因此去思考 人为什么活着 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个行业 你做这个职业真的是你发自内心热爱的吗 我还能不能走得下去 有很多高中生准备考大学想考戏剧的时候 我总是会问他这个问题 你想清楚了吗 你真的是发自内心的爱戏剧这个行业吗 这个不是简单的说我做个明星梦 我们的学校也不是说就为了培养明星而存在 不管时代多快你都要慢下来 因为你不慢下来 你是达不到那个感受的 我觉得就是多精力 耐得住 我们下游都会就要看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